那阿宝 我太爱这所学校了 了解完密歇根阿娜宝的这五点 你也会爱上这所学校 第一 U-Mitch的综合排名非常香 在各大榜单你都能看到U-Mitch的身影 而且都是强势出击 2023 US News全美大学排名第25名 2023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19名 2023 QS世界大学排名第25名 想要冲棕牌中学选择U-Mitch绝对没错 妥妥的Top30名校 第二 说起专业实力 U-Mitch绝对会让你惊喜 我不夸张的说 我觉得比起它的专业实力 它的综合排名都有点排低 U-Mitch专业实力有多强 软科专业排名2022世界一流学科当中 拥有世界前十的学科超过十个大学 只有八所 U-Mitch占其中之一 而且它拥有的是12个世界前十的学科 不仅软科一家知道U-Mitch专业实力强 比如说2023 US News全美研究生院排名 U-Mitch那真的是多地开发 商学院整体排名第十 其中市场影响排名第三和斯坦福并列 金融学排名第九 会计学排名第五 工程学院整体排第九 其中计算机工程排第七 电子工程排第七 环境工程排到了第三 科学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也是排到了第十一 法学排十四 统计学排到第七 还有第二的社会学 排十二的经济学 排名前十的法学院 以及排名第八的教育学院 总体来说U-Mitch的各个专业都始终能保持在北美最顶尖的水平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第三 他非常有钱 大宝真的很富 他是北美拿到方顶最多的几个大学之一 各种数据库文献档案全都按最高规格满 还有大量的奖学金可供学人申请 大量的方顶可供你做学术研究 有钱啊 任心不怕就回来 作为公立院校U-Mitch的学费倒也真的不是特别便宜 也有人说他是披着公立的私立 不过他的性价比其实非常高 因为平均的就业薪资非常高 也被誉为全美性价比前级的大学 第四 安纳堡很安全 安纳堡其实是著名的犯罪率超高的城市底特律的卫星城 距离底特律只有30分钟的车程 不过千万不要担心 安纳堡的氛围和底特律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与世无争 因为整个城市以教育产业为主 居民也主要是一些高校的教职工 包括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也比较高 这也导致了整体的安全叙述非常高 所以安纳堡绝对是最宜居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也是最佳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当然住在如此安全的城市 无聊也是一大特征 娱乐设施肯定跟New York City这种大城市没有办法比 不过周边整体的设施还是非常完善的 第五安纳堡的校内氛围非常好 以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 你可能很少能看到在其他的美国大学里 有这么多的学生穿着自己学校校服 还展示着巨像金拱门的logo 大宝的学生有多团结呢 集体的一声Go Blue的呐喊 可以享受全美最大的体育馆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影响 这所院校的学术氛围也非常浓厚 合作和融洽的关系绝对是这里的主流 这带来的除了良好的就读体验 也有UMICH巨大的校园网络 而且绝对是全球大学里面最大的校园网络之一 讲讲UMICH这么多超强的专业 你就知道这个校园资源有多香了 深情来说 这所Top30名校除了爱好学霸 和项目对上演的同学也很有机会 包括我们也有很多双飞同学拿到了录取 如果你也想证明这所专业实力超强 有钱又安全的Top30名校 欢迎找我沟通